現在讓我們以最熱的掌聲歡迎蒂林會場的潘部長及唐鳳唐政務委員 部長好 政務委員好 部長好 唐政務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好 各位長官貴賓校長 大家好 歡迎現在要進行的是專題演講 主獎而回行政院唐夢唐政務委員 恭請部長為我們主持 讓我們再次以最熱的掌聲 歡迎部長暨唐政務委員 我們周圍還有各位校長 不能在發態度之間 還是很簡單 跟向我們來介紹 唐政委一點都不陌生 一定要特別的是 唐政委的很像 你會接受到的唐政委 在推一些問題的回應 我應該這樣說 我們體制內的學校貢獻的不太多 唐政委其實在體制的學校裡面 也是一小便宜的一段時間 他有非常多的時間 是來自於就是我們來跟校長分享的 因為自己覺得需要 因為自己的熱情 因為自己覺得要往哪個方向 所以唐政委 雖然大家都覺得 行政院的數位政委 這個詞也很特別 但是他的這種學養 絕對無限數位 我還是要跟校長來報告 我們應該讓我們的環境 是支持孩子的學習 年輕人的學習 是從一個未來無限可能的環境 一定要把它放在體制內才算是 所以這是 政委今天要跟大家進行的 我前半段叫做業務報告 政委進行的一場 也是你想像不到的專題的對話 我相信各位校長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體驗 可以選擇 就是我們這裡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唐政委 現在請唐政委委員上台 與大家分享 網路世界裡的人際關係 讓我們再次掌聲 歡迎唐孟唐政委員的精采演講 好 大家好 很高興要來今天跟大家 大概一個小時 約十分鐘左右的一個招牌 其實我一般來講 演講都是完全沒有簡報的 但是今天就是一開始 我還是會有一兩張簡報 還跟大家分析一下 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態度 但是任何時候 你都歡迎拿手機 然後連到這個網址 s-l-i-d-o-dot-com 那就是有點像 slide 但是別換成偶爾 slide 然後在你到了這個網站的時候呢 他會要你輸入一個 疫情 就是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 就是今天的這個數字 815 那你輸入815之後呢 就會到一個秘名的 一個聊天室 那為什麼是秘名呢 是因為 我是希望大家隨時想要聽什麼 然後想要問什麼 或者我講個詳細 想要追問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提出來 那通常呢 我們如果在 我在這個檔上面 如果是用距離的 那通常都是收到一些 不痛不癢的一些問題 但是呢 一旦能夠匿名呢 就有比較有 擁栽性的問題呢 就會出現 那如果你看到 就是說上面已經有 你想要問的問題 已經出現了的話 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話呢 它就會從這個上面呢 慢慢浮到這個 的最點上 然後浮到最點上呢 我接下來等到這邊 大概有 九個到十個問題出現的時候呢 我就會 就是果斷的放棄掉我的情況 然後就會回到這邊來 回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規則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呃 就是請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連到 然後用瀏覽器連到slido.com 然後輸入815 就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就會看到你們 都輸入提問的一個建議 那 呃 大概就這樣 所以如果 我就是 講了幾張簡報之後 這邊完全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 提到下課 那些人應該不會 的這樣的情況發行 那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網路時間裡面的一些關係 這個簡報是 我大概 呃 四五年來每年大概都會做一次 這樣子的報告 那簡報雖然都是一樣的 但是 呃 每年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 呃 也會有不同的一些例子 那我不曉得這件事 大家都聽過就是 開源 就是所謂open source 的這個概念 開源 當然我們會想到 開源接流啊 就是有很多各種各樣不同的 呃 來源 那確實這樣子講也沒有錯 不過呢 我們在網路世界裡面呢 open source 有一個很特定的意思 就是我今天創作出了一點作品 不管我實現了一個城市 我是畫了一幅畫 呃 我是寫了一篇文章 還是拍了一部影片 我都把我的著作的財產權 一定程度上面要把它拋棄掉 那什麼叫做拋棄掉呢 意思就是說 別人都可以隨便拿它來進行創作 然後呢 我保證呢 不會到它 這個就是叫做拋棄掉 著作產產權 我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像我有一個作品呢 它叫做 呃 龍典 龍典它是一個 呃 呃 教這個 教這個 中文 的一個詞 但是呢 它也不只有多一個詞點 我們也看到有 比較愛你來語啊 客家話啊 真人發音啊 所有這些東西 那所以 而且你可以一步一步的這樣子下去看 但是呢 這樣子的字典其實呢 大部分都是教育部這邊的工作 但是呢 我的做法 我把教育部分開來的各個不同的字养 然後呢 把它全部集合 在同一個這樣子 可以互相差 又有英語 又有法語 又有德語等等的一些字典 然後呢 我呢 最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CC0 常常可以看到這個CC授權的 就是表現它是用開業的精神 把它貢獻出來 那CC0是什麼意思呢 CC0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單拋棄掉我的著作才想權 意思就是 你拿去賣 我不會被告你 我也拋棄掉我的著作人 我的權 意思就是說 你拿去說這些你做的 我也不會被告你 所以這是完全拋棄掉 我的著作權的一個做法 那為什麼當時這樣子做 就是因為其實 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個也不是我的著作 我只是在幫教育部 把它各種各樣子的字典 整合到一個手機上 然後網頁上 方便查詢的這個界面而已 所以我不敢鞠躬 然後呢我就拋棄掉了這個著作權 搞不定要這個著作權 有很多好處 因為接下來呢 就開始有人拿這個 去編阿美族人 留意的字典 去編藏民的字典 去編各種各樣的字典 那我如果一開始 保留我的著作權的話 其實每一個呢 其實我也不太懂 然後呢我要花很多時間去一一確認 其實我就沒有辦法進行創作 所以最近這個二十年左右以來 我都是一直用一個 我創作完之後 就馬上拋棄掉 諸多權的這個方式 來進行工作 當然在CC授權裡面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 所以我就很快速講一下 CC的意思全部都拋棄掉 CC5的意思是我拋棄掉 但是你不能說是你做的 還是要說是我做的 要尊重你的作者 要留下本來的那個網址 大家如果有用過維基萊克 維基萊克用的叫做 share a like 就是相同方式分享 維基萊克上面 每一個東西 它都可以改做 不是改的 之後你改的那個版本 也必須讓其他人 你都改下去 這個生生不息啊 這是叫做share a like 當然呢 教育部的字典 用的是所謂的nd 就是說 雖然你可以拿去賣 但是呢 你不能看你的定義 這個字呢 它是什麼 你不能改成 無辜六話 因為這是字典 要是改了這個 這個就麻煩了 所以呢 這個是不能夠修改 最後呢 也有所謂的不能夠去賣 所以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開人界 大家都已經把這些 處理的方法 都已經寫成了 一個標準的 放出世界人階準的發力文字 所以呢 只要任何時候你看到 CC兩個文字 其實就可以任意的去使用 像我今天呢 在簡報裡面所用的所有的這些圖片 以及所有的這些 icon 其實都是私自授權的 所以我就是可以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 然後變成混用 然後我這個東西也可以放出來 讓別人繼續去用 那我們在網路上面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子 有快速一次信任的一個方式 當然一部分是 原因是因為 可是也沒有拿不到人嘛 所以就比較安全 那這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但是另外一個也就是說 網路它本身上是一個互相學習的空間 我防守了一個作品 你拿不到一份走之後 我這邊沒有因此而減少 這個在學術上面叫做non-vival 就是說 我會因為我多一份 你就少一份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說其實它是一個 能夠很快的互相學習 網路的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能夠很快的去做迭代 迭代的意思就是說 我從想到一個想法 到這個想法變成一個網站 或者是變成一個app 讓它能夠使用 中間可能只有五分鐘 只有十分鐘 那扯在別的行為 可能硬體啊 製造業啊 通常有一個想法 到它實際做出來 可能一兩年都活絕了 所以網路的另外一個特點 比如說你有創意 你有想法的時候 到大家想到這個想法 看到這個想法 並且還可以提出新的想法 中間只花一天不到好多時間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在網路上面 大家借著這樣 快速互相信任 然後又有一個想法 然後大家很快的 因為套系著作權 你也不用去問旅行 就可以很快的 二次三次創作 所以就可以做出非常多 實際可行的一些想法來 這是我參與過的一些社群 像是微機擺客啊 這些社群 那因為我有答應說 到了十個問題 我就放棄到這個簡報來回答大家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看到大家非常地踴躍的按讚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如果像這邊有九個按讚 十個按讚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只要一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可以同時回答了十個問題 這樣子就相當的有效率 所以這位理想長會說 面對資深教師不怕 要面對書尾時代的挑戰 如何交換 如何交換 兩個問題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書尾時代 它所帶來的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是你有一個想法 它計劃下來之後 你不只用花資本 你也不用去 特別去把它放在讀書館 還要借書 還要怎麼樣 它中間不需要經過 繁雜的手續 就會互相一次創造 那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 大家在教學 在工作上面的一個動機 舉個例子來講 我之前在審理我做課發會的時候 就是我如何前面上一份工作 當時呢 因為大家還記得 高中生對於課剛有一些 不同的想法 正常的課線 那然後呢 高中生們當時覺得說 課剛知名的過程 如果不夠透明的話 他們不願意接受這個新的課剛 讓它這個衝到什麼微調的 什麼輻車這樣 所以當時呢 我進入課後 就引進了一個數位化的工具 就是我們叫做竹子島 就是我們開每一次課發會的時候 雖然不錄音 但是把每個人講的每句話都打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編輯十天之後 我們再把它公布到網路上 那像這個就是 數位時代的一個很常用的工具 就是竹子島的公開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就是不會這個亂唱曲衣啊 不會這個有五分鐘錄音流出來 然後變成頭條啊等等 但是呢這個東西 譬如是要叫化而來 而是我跟我的同事們 那很多是年輕人大的朋友們 就是跟他們說 我們如果想要我們的工作 對社會所重視的話 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而且大家不用特別多做什麼事情 大家就是照平常這樣講話而已 最多是講話的時候講一句 接下來就介入你的這樣 那所以其實大家只要在習慣上 做很小的時候整理 然後事後呢我們一出來給大家看 看的時候你再說 這個職場稍微給我給我蓋一蓋 或者音量給我 這就做好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一個數位工具它 是破壞現有的流程的 當然可不可以有人 願意去加入 但是呢如果它是 輔助現有流程的 像當時我引起這個流程之後 第一個主動來修改的 是我們的孫明霞 孫校長 那孫明霞老師他服務教育已經 非常非常久 可能比我的這個年齡還要大的 或是可能一定有一個年齡還要大的 這段時間 但是他對技術教育 非常沒有熱情 然後他等於是整個 技術教育的那個藍圖在他毛裡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看到這個決策 他覺得欸 這真的是一個很流動的工具 然後他就很主動的 來輸出資料來修改等等 完全沒有因為這個 它是資深教師 而有任何不同 所以我當時很感動 我覺得說 只要我們把工具是設計成輔助式的 而不是是破壞式的 那其實這個比較不是問題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推行什麼 新的數位工具 我想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碰到阻力 可能想一想 可能不是那些人的問題 可能是工具的設計上 沒有考慮到他實際的工作上面的學情 那有一位長在旁邊的校長 會說 對於網路誠意的擔憂是家長的重點 教育工作者要如何應對 家長對網路誠意的擔憂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格類的問題 不是我們怎麼處理家 網路誠意還是怎麼處理家長 對網路誠意的擔憂 當時我們在課堂會的時候 我記得三次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網路誠意它到底 是不是種疾病了 剛好來呢 我們決定說 因為它不能說是一種疾病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 它跟我們和其他的誠意一樣 它其實比較是一種症狀 它是一種症狀 它不是本身是一種憂慈 或是一種疾病 它所反映出來的 是說 這個小孩或是成員 他在日常生活中 這種高品質的持續的人 對人之間的這個互動 它可能比較欠缺 然後呢 它就是要在網路上面 去找一些 可能不是那麼高品質的 或者只是一次性 互動完之後 你也不認識那個人的這種 好像餓死事物 這樣子 比較沒有營養的這種互動 然後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那這樣子呢 本來就是人之常情 人會想要跟其他有的互動 但是為什麼會成員的原因 可能還是要回到說 在一開始 就是生活環境裡面 有沒有培養這種高品質互動的 這個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 像這種網路上 有一段時間 你好像全天都在 你一個叫做 口袋空洞 的一個遊戲 就是口袋怪獸 這個 大家在路上抓皮卡丘 這些東西 現在好像還有人在玩 那像那個遊戲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教育 就是說 有很多的家長 包含這個 祖父祖母輩的家長 跟他的小孩 一起玩這個遊戲 然後呢 甚至還跟小孩學習 說在哪邊要撒花啊 在哪邊要怎麼樣 停下來啊 或者甚至是 開車要固定的 開到這個 每小時十公里左右的時間 然後沿途抓怪獸啊 之類的 所以在當時呢 這樣子一種網路的 我們說是指定裡面 沒有錯的 幾乎是基底成年嘛 它反而是 讓人跟人之間的這種 長時間的 在彼此身邊的 互相接觸的時間 是增加的 而不是減少的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就看到說 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個很好玩 所以他們跟小孩 在玩自己不懂的東西 這個想法呢 就比較減少了 所以我覺得說 同樣是誠意 我們要看的是說 他的誠意的過程裡面 是越來越促進 你跟人之間 有長時間的彼此的關係 這樣的話就是 好的 甚至你要複定 為什麼要複定 他是因為 這樣子他才會覺得說 沒家長跟這個小孩 是站在這個 同樣的一個陣線上面 那但是呢 如果他的誠意的這個方向 實際上他越來越不能夠 跟其他彼此相處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介紹他更好玩的 更能夠爭議的 但是能夠跟彼此相處的一些 社交方式 或者一些環境 那我覺得這個是 簡易可以加強擔憂的方式 因為我們通常 自己不懂的東西 就會 年輕人的想法 叫做腦補 就是在腦裏面 補上一些 這個東西 雖然腦補很補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比較負面的 或者比較想像的 投射的一些東西 所以只要他有 第一手經驗 第一個就比較容易腦補 然後第二也就很容易一起區分說 會就是 導致繼續現代網路 跟網路指示人機之間 互動的一個奇跡的 這兩種的 我們叫做一個類似 就是一個品味 有一位朋友問說 除了網路之外 學校要如何增加學生 使用數位學習的方法 以及應用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信的理解是說 我們在課堂經營的時候 像我入閣之後 我還有在教一些課 那我們在課堂經營的時候 現在最困難的 就是學生的手機 會一直被LINE 或者一直被Facebook 會這些 這個非常 這個讓人誠意的東西 那因為這些 它不是設置起來 讓人有長時間的呼籠的 每次它是設計出來 讓人有我們叫做 這個Transient 的Attention 就是大概八秒鐘 左右的注意力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這樣子演講 但是學生八秒八秒的注意力 就是輪流 被這個東西搶走 其實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對於任何參加的人來看 所以當然一部分 我的做法現在都是 直接把大家的手機搶過來 直接讓大家加入Slider 然後就這個 把手機的這個畫面 大家看起來 還是可以留言 但是可以按讚 我們故意把那個 介面設計成 跟這個社群網路 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呢 這個學生 也不會有這個 成名的這個 階段症狀的出現 那從老師的角度來看呢 你就等於是 把大家的注意力 能夠吸收到一個 你能夠用的地方 那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一個 我們在數位學習方面 非常可以用的一個方法 當然這個也不只限於 透過網路做這樣子的教學 同樣的 如果你的學生的手機 好比像說可以拿來這個畫畫 能夠拿來這個AR 然後AR帶到眼鏡前面 就是總之就是說 既然它已經在星期上學了 就拿它來做一點事情 而這些事情 不一定是在網路上面 去看某一個特定的網站 這些事情是你可以把他的手機 用各種各樣的方法 變成華洋 然後徵收過來 然後變成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兩三百塊的TOP 然後這樣子帶上去 這也是一個方法等等 那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一類的做法 那這個是可以大家 可以考慮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完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可以用數位工具 舉例來說 像之前在一些偏鄉 尤其我記得澎湖啊這些地方 他們在教博客的時候 我記得很多老師就是直接 帶到電腦教室 然後開夢點 那因為夢點 有一個離線的版本 那不用連到網路 就可以直接在電腦上面打開 那所以 不管是作文啊 聯想詞啊 這個文化啊 各種各樣的東西 那等於夢點就好像 一個小鈔一樣 就是每個學生 有一個個人的學習助理 然後呢 老師就可以因為這樣關係 出一些更有挑戰性的 一些題目 而又不用擔心說學生會 跑到一半會去上別的網站 就是完全是在電腦上面的 所以這些是一些 之前教學上一些新的 有一個朋友問說 如果讓教師願意 擔任學校的這個 兼任行政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啊 就是現在有很多 兼任行政的工作 不管是校內啊 校外啊 或甚至是營養午餐啊 這個是有一個動機管理的事情 不過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就是說 好像說很多記者會問我說 欸 請問這個 對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那我有一個標準的回答 就是說 我如果認識這個年輕人 我們有互動過三四十個小時 我們就要了解他的成長背景 這個時候我才敢給建議 那如果沒有到互動過這個程度呢 我只是聽到年輕人三個字 他想到一個刻板印象 然後呢 就可以建議的話呢 我覺得往往是很期待 往往會害來的年輕人 因為說真的 我對他沒有了解 那麼同樣的 在那個校園裡面 我們經營學生團隊的 教學動力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您的這個 頻道方式跟你的 團隊的這個學習方式啊 其實我完全一無所知 我只是現在看到這個 學校接任行程 這六個字就貼個標籤 然後就隨便隱瞞去管理大師的話 那說不定我最念的聲音 所以這個問題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直接回答的 因為每一個團隊 它的動力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比較 進一步的比較深刻的對話 或者了解之後 才能夠針對這個 合理的團隊提出建立 所以不好意思 這個 這可能十六外讚讚的朋友 可能會需要十六種完全不同的回答 所以這個可能沒有辦法 一句話把它回答掉 然後十六外沒有認為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演講 其實這個工具是免費的 所以大家這個可以考慮 即使不是用這個工具 我們有很多別的其他的工具 它的目的其實 我為什麼是用平板 然後用鼻 然後用這樣子的投影 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跟投影其實站在同一個方向 然後我的眼睛開始看著各位 然後不會有一個平板天堡 好像有一道牆 我的視線跟各位的視線這樣隔開 那所有這些設計的目的 都是希望這些電腦 或者這些輔助的這些資訊工具 變成是輔助式的 就是說它現在旁邊 而不是電廠好像是我對著我的手機 或各位對著自己的電腦 然後反而沒有辦法 就是確認別此的情緒狀態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 一般性的設計的概念 我們叫MBM Computing 或者是叫Chrome Technology 但是這樣子的理念 它不一定只能用這樣子的技術來做到 也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技術來做到 這位朋友稍微有一點點多密 我們這個一個問題 跟他結尾問了五個 沒有關係 我們就另一個來處理 他是問說為什麼一不讓學生 第一是對學超過三大波 還是可以在學校進行其他學校的修教權 二不讓對學生退協 匡科超過四十二節 三不讓學生的留級 超過一番學生幾個 還是可以年二年級 還是可以在學校進行其他學生的修教權 以及四不進行能力分班 學生成果的落差 哪一個班上有各種各樣不同的 學習進入的學生導致教學員的效率 以及五在這個前幾個學習階段 國小國中缺乏興趣的探索 導致很多學生到高中 開始不知道自己的興趣的專長 我覺得真的 問題雖然說是一個問題 但中間有一個多問題 就是說 可能有十六位的高中校長 發現自己接到了一些皮膚 我自然傷害的小孩 然後覺得說 我也不知道要學什麼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新課 要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 去選課 發展學校的特色 可是如果學生這個完全好 也是一片空白 就是你問他興趣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反而更困擾 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樣去配合他們 那當然這位朋友 他有一個護理因 就是他認為說 這個中間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在班級的編組上面 沒有讓這個有相同的志向 或相同的程度 或相同的興趣的學生 變成同樣的一個班級 然後呢裡面有少數的就是學習態度 可能比較不良好的學生 他拖累了其他的同學的學習的方式 那這個其實我自己還蠻多經驗的 我三個幼稚園 六個小學 然後念了一年國中 然後就載學了 所以其實 我國二之後 其實就沒有再停止教育了 但是到了我大概國三的年級 然後去大學訪聽 那當然我當時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 我在大學 不管從一開始學一些系所 或同事課 到隔一年之後 大概都學研究所的課 確實比較沒有 就是少部分沒有學習東西的學生 拖累大家的這個情況 那為什麼呢 當然一部分原因是 因為到了大學 他多少有些篩選 但是第二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 如果他對這個課沒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大學 他就不選就好啦 因為我去的都是選手課 那我覺得這個也有呼應到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以學生的學習的素養 就是說 他想要發展他自己的那些面向 而不是能力 就是說你要他學會哪些東西 做為導向 可是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中間會需要一段陪伴的時間 這段陪伴的時間 好常在第一個學習階段 在國小第二年級的生活課程 就有很多老師 其實不是很習慣 就是說 我就是陪學生 每幾個月 然後我完全沒有要教他什麼 或是每個課剛上說 你不可以教他什麼 所以說 你一定要這個陪著他 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那可是老師 自己在受師範教育的時候 不是有這樣的教育 所以反過來 要這樣的方式來 就是所謂的 不搶家任何東西給學生 其實老師自己是不適應的 那當然很多就會覺得說 欸我們回到哪裏分班 回到有一定的學習節奏 然後等等等等 至少是我比較習慣的 那可是 這裡面有一個 可能要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隨著越來越多的新的領域 不管是人工智慧自己學習 或者是各課中間的 跨領域的這個領域結合 越來越多的東西是 如果這個小孩 他不是為了解決自己 或者他周邊的社會問題的話 那麼他學到的那個東西 其實根本他是沒有辦法用的 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現在 不管是社團也好 或者到業界時期也好 要解決的問題 他幾乎看照的定義 都是跨三四個領域的 那這個在以前的狀況 比較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學習方法 並不是我們 我們這個不喜歡能力演奏 我們不喜歡這個 線性的教訓 我們不喜歡小姐姐 這些都還是很有用 但是問題就是說 外面的社會已經變成是 如果你是單一能力的話 幾乎是完全沒有辦法應用的 這樣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正空氣 就是說 如何讓小孩在自己的現場 在教訓的過程中 不要急著悲決地說 那我在找這段時間的過程裡面 我就是基督無人 或者考試考數別人之類 而是把它看成是說 班上的人每個人 或者是校外的每個人 都可以是作為他想要解決他自己問題 或者是達成社會使命的一個幫助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最主要的 還是要有耐心 但是當然我了解說 老師或者校長的耐心 其實往往比家長好 這個失去耐心 往往是從家長先失去耐心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可以 透過一些中生學習 透過一些網路學習 透過社區大學問 透過一些別的方式 讓家長也接觸到 這樣子一種實際上 事務上面的教學人的 典範的轉變 那我覺得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可以回到 大家習慣的 就是人來的那樣 這樣子做的方法 可是我們往往看到 就是說這樣交出來的 就是專精某個部分的 受到良好訓練的小孩 他實際上在跟社會 或跟這個野姐結合的時候 真的是比較吃虧 這個也是真的 所以我們跟班 說本來的方法比較好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教網路人際關係中的 網路霸的一個問題的應變 知道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網路上面 就是因為隔著螢幕打不到的人 所以知道網路用酸的 那酸這個是一個網路用的 意思就是讓人看 某些字眼之後 心裡不舒服 我們說pH值很低 可能可以低過0 你看pH值是可以低過0的 那就是強酸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說 剛才講了 很多這種成績 習慣使用網路某某某指令的朋友 他就是因為在現實生活裡面 沒有辦法得到 很充實的人經不懂 所以他就是一醒來 覺得很空虛 然後呢就去網路上面 然後他慢慢就學到說 你在網路上面偷一些 就是自己的心情 抒發啊什麼東西啊 都沒有人理你 那但是呢 只要你的自然就是 進行一些人神攻擊呢 他就會得到很多的注意力 當然通常都是負面的注意力嘛 但是無論如何也是注意力嘛 垃圾事物也是可以填肚子嘛 所以呢 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就會到處去比較引戰 就是引起這個戰鬥 那如果呢 碰到一些特定人們 他就是看到這個心裡 感覺很不舒服 他可能就是回擊啊 然後就雙方比戰啊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人就會不高興 他就可以呼捧一半 然後來盡可能地去造成 對方最大程度的不舒服 那這個就是巴黎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我們 按一般教育理論上面說 巴黎的目的 它其實就是要讓 對方的社會體會下降 然後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之一 就是讓唐觀者不要羞愁打官 說欸我看到這些事情是霸凌 但是我覺得在網路上面 有一個特定 就是它是非恐怖的 並沒有什麼東西說 對方寫了一句話 別人看到之後 你一定要在一分鐘之內回應 網路上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則 這個面對面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在對付霸凌的時候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就是去讓我的回應的節奏 不要跟著對方的節奏走 如果它 到底像說留言留了一百個字 裡面九十個字都是對我的人身攻擊 而且非常難聽的字眼 希望造成我的這個身心的不愉快 但是裡面有五個字或者十個字 我可以把它解釋成有建設性的 或者是至少是很具體的 分享我的影片 我就會隔一段時間 可能五分鐘可能十分鐘 然後呢 想要很認真的 對那五個字或十個字 有建設性的部分去回應 那這個做法 我還叫做這個擁抱小白 小白就是白目 就是網路上面的白目呢 它可能真的只是想要注意力而已 但是我給它注意的部分 我只給它有建設性的那幾個字 那這個不只是為了它 而是表面所有感的人就知道說 我要領起它奉的回應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寫出有建設性的字 那沒有建設性的部分會完全的忽略掉 然後通常這樣子兩三輪下來 大家都會改寫為真 因為說真的它只是用那個注意力而已啊 它並不是就是壞人 那所以通常到最後就是說 大家就會開始學著說 那我還是分享一些有建設性的部分 當然這是解決外面的就是社會的層面 那內心的層面 就是看了特定的字眼 心靈魂不舒服 那這個怎麼辦呢 通常我看的時候 它當作一種精神上面的按摩 我們知道說按摩就是 你身上有一些酸痛的地方嘛 然後按一按它就鬆開了 就不痛了對不對 那所以按摩的特點就是說 你要這個有一段足夠長的時間 然後你要讓肌肉你都放鬆 所以我如果看到網路上的 什麼人生攻擊的字眼 我心裡也不舒服 那通常我做的事情就是 放一些音樂啊 或者是喝一杯茶啊 或者怎麼樣在放置 你會把自己的這個身心 放在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然後仔細的去想這些字 因為那個字眼讓我們不舒服 必然是它在腦裡面聯想到 之前某個不舒服的這個情況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回應 因為回應就是把它這個 defend 掉嘛 就是把它心靈上面阻擋掉 那如果你不回應 然後就是去聽一些好聽的音樂之類的 那下一次再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腦裡面浮起了 就是一個舒服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這個按摩就把它鬆開了 那接下來別人再用這些字眼呢 其實我就完全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所以在這樣子反復練習了十幾年之後 現在應該沒有什麼字眼 我看到會讓我不舒服了 就是每個字眼 我腦裡浮起來的 都是一些比較很高興的一個場景 所以就是作為背包一個人 可以用精神按摩的這樣一種方法去書解 那對不對於大力想要採取行動的人 可以採取想擁抱小白 這樣子的方式讓大家知道 說你要獲得有價值的注意 必須要對社群的貢獻 就是在網路上有很多錯誤的訊息流傳 來影響政府或者是支援運送 該入獲很有效的處理 就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這件事情在網路的所謂的社群媒體 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個情況 我們以前還是紙本 或者是一些什麼電子報啊 部落客的時候 我們在看完一個文章之後 我們可能會想把它分享出去 我們會想把它分享出去 我們以前還是紙本 但是呢現在的社群媒體的界面的設計 是把它設計到你看完可能要花一兩分鐘 但是你沒有看就先按分享 你就只要一兩秒鐘 所以呢任何東西它只要標題鬆動 只要這個圖片很鬆動 根本沒有看完 第一波的分享就已經分享出去了 然後等到看完的人來很專業的講義 評論講義回應的時候呢 第一波都以前出去那個情緒啊 已經被帶動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在社群網絡時代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它先動員的是大家的情緒 而這裡面的情緒 又以outreage 就是分開為最容易 就是你看到不看就先分享 的這樣一個情緒 所以它確實成為一個社會動員的方式 那我們來處理這樣子一種 可能像是情緒上的流感的一種方式 同樣的我們也是把它 用流行病權的方式來進行處理 一部分呢是有所謂的疫苗 任何一件事情 我們這樣好好的彼此坐下來 談過進行互相討論 那看到了這個不同的 對方的這個論點 然後一起理解之後 其實被那件事情就免疫了 像之前我主持相當多的 像關於Uber進入台灣 這些的會議 我們都是邀各方的利益關係人 坐下來聽懂大家的論點 然後花三四個禮拜的時間 去把網友的這些想法慢慢慢慢收回 那經過這個過去之後呢 大家就免疫了 就不會再對這種流竄的 關於這件事情的留言 加一個這個大肆的分享 那這個是日本的方法 那當然呢如果是一件新興的事件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快的 就進行這樣多方利益關係人的溝通 所以呢 我對院內的同學呢 我的建議是 對於任何這種即時性的事情 都製作一個問答集 而且問答集 要不能彎咬文章的 就是那個問題好像就是 你就知道是這個 已經很懂的人寫出來 而是說那個問題本身 就要用搖眼睛的散播的那個字 把它寫出來 包括像說我對於這個 前瞻技術檢生 當年這個 當時做的一個問答集 你就一看到說 我們用的這個問題的體面 完全都不是這個彎樣文章 我們完全就是 大家當時正在傳承 我們就直接用那些事情來做 然後那我們給每一個這個問題 一定會回答的網址 所以說在你看到什麼 什麼 為何不用一般預算啊 載留子分啊 什麼的這些部分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這個部分的這個網址 具體的copy下來 然後在那裡 在facebook上面 進行回應 然後呢 當然這個都是有全文檢索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 這個 如果環境有興趣啊 那他在看完這一題之後 他就可以去 檢索 所有裡面關於環保啊 環境啊 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呃 在網路上面 超延結是傳播最快的一件事情 如果這個超延結 它延遲有誤 而且它的標題呢 也是大家正在關心的 就是這些 呃 提面 那其實它傳播的速度 並不會適應 搖眼傳播的速度 因為它的這個 format 它的格式跟搖眼是一樣的 只是它裡面的那個內容 是我們已經 呃 呃 想了比較久然後 還寫出來的這個內容 所以我覺得就是用事實的 或至少澄清的傳播 它的得勢 它的這個 呃 呃 傳播的方式 比照謠言 甚至比謠言化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謠言就比較不容易傳播 這是我們目前處理的方法 就是即時的澄清 製作為哪裏 有時間的時候 就要各方的 與關心人來 然後彼此 呃 互相達到一個公式 然後這個公式的過程 我們又用竹子搞 用賴門包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再讓所有的 不管是連署的 還是關心的 朋友知道 是我們目前處理的方法 有一位朋友問說 學校如何規範 學生上課時使用手機 我是否贊成 在學期間 禁用手機 呃 呃 我當然是不贊成 但是 但是因為就是說 手機它是 可以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應用 這個剛才已經大概講到 如果 他上來打電話 那當然我相信即時是學生 也一般會覺得說 我在課堂中間 然後就開始 狂若無人的講電話 這個不只老師不高興 我旁邊的同學也不高興 然後惹旁邊同學不高興的是 一般來講學生也不會 一天到晚做了 所以我的意思說 如果他是拿來打電話 當然一般來講 這個社會上的NOR 他的一般的這個常規 是不會認為這些點好事 但是 反過來講 手機在 不管是 大家現在在用的 就是提問提按讚 或剛剛講的等等查採號 是如果作為一個 輔助的螢幕啊 等等的這些方式 其實他真的是有用的 所以 我還是 想法是說 當然如果你的學校 只有一部分的小孩有手機 另外的小孩都沒有手機 那這樣的話 你如果你還多使用手機 在教學上 你當然會造成另外一個成果 水位落差 那該想辦法去密碼 不過呢這個 就是也不一定都是這樣 現在很多小孩就是 全部都有手機了 那如果全部都有的情況下 我自己的建議是 試著把它入入教學教法裡面 不要覺得說 完全都不要拍 因為如果 轉經營當然是可以 可是如果完全都不要拍的話 那 小孩就會進入一個 階段症狀 然後在階段症狀的情況下 其實他學習是比較難 進入長期記憶的 因為他的那個 reward center 就是獎賞的重數 被什麼別的東西 攪取過去 所以甚至就是說 你要大家轉照飛 飛行模式 我覺得都完全不要摸到 或看到手機要來的好 因為對很多小孩而言 那個已經是他的 我們叫 心理學上叫 過度性課題 transitional object 就是說如果沒有那個東西的話 他對於世界的點心 會受影響 那我覺得不要 跟這個人 就是 對衝會比較好 有11位的朋友想要知道說 我們能夠談一下 成長跟學習的里程 以及現在回過頭來看的 這個心得或感受 當然可以 我其實成長的歷程 還蠻清新的 就是 我是1981年出生 然後 八年 八九年左右 在小學這個 大家能知道 遭受到嚴重的霸凌 那這個霸凌 其實現在回過頭去看 其實是一個 就是完全沒有辦法 溝通的這樣一個感覺 然後呢 當時的狀況其實 我覺得不是任何一個 特定的小孩 或特定的老師 而是在整個環境 就是 因為班級很大 老師就用提法 老師用提法 學生就會覺得說 大人沒什麼 覺得大人沒什麼 就會變成是 這個在學校裡面 有像 這個蒼蠅王那樣子 那種 這個接續加工 然後之類之類 那當然 身在其中是不舒服的 但是 我覺得說 那段經驗 我大概花了兩年左右 恢復 也讓我發現說 我本來覺得 我心裡面沒有的那些角落 這個非常 黑暗 非常陰暗的這些角落 原始存在的 然後 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看這個文學作品 或者我看很多 心理學的書 本來都是一些抽象的名詞 那因為經過這個 非常不舒服的一段時間 所以呢 它就給了這些東西一些意義 那當然 一部分也是因為我 我剛剛喜歡看 就是文學和哲學的作品 所以 反過來講 這些東西也對於 我心理的這些狀態 給了我一些名稱 那所以 給了我這些名稱 我就可以 一方面是可以走出來 有點像是 在迷宮裡面 這個方便幫我學的那樣子 就是 知道說 我現在這個 心理基專是什麼 接下來那個基專是什麼 等等等等 然後又可以順著這個東西 走出來 這是一個好處 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接下來再碰到這個 所以我覺得 現場的現場 現場的現場 不管是這個 坦承吃慢衣 隨便什麼樣的狀態 的朋友的時候 我就不會只是覺得 他們很可憐 或者很可恨 而是覺得說 他在這個心理狀態 我可能八歲 或九歲 在某個時候 也在類似的心理狀態裡面 所以我覺得 這是別樣的同感 或同理性 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氣息 因為如果不是有過 這樣的第一手經驗的話 真的很難去分享 或者參與其他的心理上的痛苦 所以我覺得 當然就是說 這是講 survivorship bias 就是這個 又或怪了 就會在這邊說 沒有了 沒有價值 沒有了 但是我自己還是要說 就是說 這裡面兩個部分 就是一個是說 當時有相當好的支持系統 讓我看到說 這裡面的 個人的心理動力 團體動力 然後給我非常多 正確的名詞 去描述 發生的事實 然後二方面 就是在我接下來參加 其他的 就是有類似的狀況的 然後自學的家庭 一些弱勢 一些被霸凌的朋友 的時候 我就可以反過來 用這些名詞 然後用這些低手經驗 然後來帶大家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 也是還不錯的一個經驗吧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還蠻大的一個幫助 就是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 當時我在學校過中 那邊是當時在實驗一個叫做 資源就學方案 就是入考練考 然後大家是用段考碼 平時層級表現 這些東西加權來決定高中 要去念哪裡 那當時呢 因為我這個國一的時候 表現蠻好的 然後科展啊等等 那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所以這個 一定是可以去念第一次元 而且不用考練考過號 那但是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去認識了 就是一些 台北的一些第一次元 科目中的一些朋友 然後我們混了大概一年之後 他們都跟我說 我去念他們學校是浪費時間 所以呢 後來我就不去念了 那當時呢 當然一部分是覺得說 真的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我認識的那些朋友 一天到晚都在勤工家 所以到最後資產也沒有去上課 這樣的話到底有什麼意義 然後第二方面是說 確實也因為網際網路的募集 也是因為這些朋友們 帶我看到網際網路 我就發現說 在上面這個 各個學者都很勇於 發表自己最新的研究 而且可以跟別人合作 而且我寫說 一定有趣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啊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做研究 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發現說 我在大專用術上面 看到的跟這些學者 可能有10年的差距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時間 學這個 而不是說來解決這個 我想要看錯 這個問題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引發了 這樣子一種自主學系 一種動機 所以就到15歲之後 就輟學了 但是如果不是 當時北京網路校長 都會比校長 這個很勇敢的跟我說 這個那你就不用來啦 然後這個我就騙教育 去說你都要來啦 今天本身是醫護教育嘛 之類的 就如果沒有校長這樣子 這樣鼓勵或者挺問的話 其實我沒有辦法 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所以就是一方面 當然是非常感謝 那二方面呢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自己國一的成績 實在是 就是太好了 會影響到其他班上 學生的升學 所以我從國二下開始 段到就都去 然後都交白卷 然後就是零零零零零 然後一直到國三 那這樣子就是 讓班上其他同學的相對 反應會比較好 那當然一方面是 我已經用不到了 可是二方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給了我一個 心理上一個 很形塑式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 因為你只要排卷 你還是得簽名啊 還是得送出去啊 所以就是在肌肉動作 經過那麼多次 就是故意考零分之後 我就會對這個 硬式教育啊 對考試啊 對這件事情啊 就是完全在心理上面 那個聯想 就亂掉了 不會把它跟這個自己的 自己的地位啊 或者是自己的這個 Self Image啊 資訊啊 這些東西連在一起 所以是一個 我們在心理上面 叫做簡訊嘛 就是緊接觸敏感的 這樣一個訓練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的好處 就是說在接下來的 不管是創作 探索 跨學們的這些 研究當中 我腦裡就比較少 受到 硬式教育的影響 因為可能是 有意識地帶活掉它 那所以在接下來 就是各種 各樣的探索裡面 就比較不受到 教學們之間的 呃 影響 這些大概 一些具體的味道 好 有位朋友問說 數位化的教學 是否真正能夠 拉近學生學歷的 真相差距 環境是 重要的嗎 老師還是 利用的政策 我 我會覺得是 缺一不可 呃 我覺得數位化教學 它的重點 當然一方面 是在說 它可以 讓最好的老師 呃 它可能可以錄一些影片 或者是寫一些教材教法 或者甚至它在一個 都會區 然後通過直播的這個方式 直接接到天鄉的這個 教室 可能就是雙式教學 或三式教學 全部把它縫合在一起 用這樣的方式 用網路去帶馬路 就可以讓更多人 呃 就是來加入 比較高品質的課堂 那這些部分 在很多領域 比如說數學啊 物理啊 呃 這些部分 這個也是幾乎是已經證明了 這真的是一個 還不錯的學習方法 那但是呢 在很多比較需要操作式的 或比較需要 更進步對話的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現在的這種 非同步的網路的方式 或者是 這個解析度的同音機 它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它沒有辦法 很細微的看到 呃 小孩 他的注意地方在哪裡 他臉上的表情是什麼 那同樣的 如果你看不清楚 那就是糊糊的一團 那當然老是可以腦骨 可是腦骨一樣 就是會輪到所有的東西去 所以如果不是 先有面對面的接觸 或者像我們現在在研究的 就是4K啊 5G時代的這種高畫質 甚至VR的接觸 這個是確實是未來是可以 一定程度上面去取代 要面對別人的接觸 但在這一代的數位科技裡面 從我的角度來 跟它是能輔助 而不能夠取代 要面對別人的接觸 所以我覺得這個利用政策 還是很重要 就是不要對科技有超過 它的這個實際的能力的這個幻想 但是在它可用的這個能力裡面 盡量去使用它 那我覺得這個利用政策 還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老師的角色慢慢就會變成是 從有什麼來教小孩 變成是網路上面這個 懸害物一樣 但是我可以跟小孩一起學習 陪小孩學習的這個角色 那但是這個角色呢 未來呢 在機器學習啊 在理工智慧啊 這種重複性的東西 慢慢都是有機器做的情況下 老師到底跟小孩中間有沒有 就是能不能夠去體會到小孩實際的 學習的情緒情況 這個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老師也是一個挑戰 就是說 身教的部分 慢慢就會越超過眼教的部分 因為眼教的部分都被機器拿走了 那但是身教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大家可以 就是進一步的 有更多的時間啊 來進行就是精進的 當然這裡面有一個前提 就是行政工作的部分 可能也要適度的說的話 要適度的減量 那就看到老師才會有足夠多的時間 來陪小孩 那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可是有朋友想知道說 CC授權如果違反原創的精神 好比像說 原創是要求他不能改做 他竟然改做了 好比像說 他要求他用相互犯事分享 但是他沒有相互犯事分享 CC授權的好處就是說 他在各國的法院裡面 大概都有過判例 你如果是自己寫一個授權條款 你去搞會議高的意義 要看你的律師多厲害 但是呢 CC授權 以及一些比較老牌的開源授權 都已經我幫的律師幫你報過了 所以你去搞會議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CC授權 在全世界是用同一個版本 我們現在CC4.0 等於是說 它是已經符合了國際上面 幾乎所有有著作權國家的著作權架構 所以在所有的這些國家裡面 你只要好比上說被侵權之類 即使他肯定不在同一個國家 你也可以很容易用當地的法律 他所造成的這個侵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鼓勵 用這種國際性的授權架構 希望他真的可以幫各方都升調 相當多律師的費用 有些朋友想知道說 請問校長在科技領導 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如何做才能夠領導老師 活化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我覺得當然我們現在都是說 所謂user-centric 就是以使用者為中心 所以像我今天的演講 為什麼採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覺得說 讓大家有一些第一手經驗 而且這個第一手經驗是正想的 對不對 至少這個大家看到這上面 並沒有什麼習慣 沒有什麼這個很讓人不舒服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正想的第一手經驗之後 才會解除之前的麻痺經驗 這個各位可以比我要來的熟悉 也就是說 在很多早期的數位工具 鍵盤啊 滑鼠啊 這個很慢的Windows XP啊 另外我應該講到特定廠商 或者是各種各樣的不同的電腦教室 如果讓人不舒服的話 那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可能到現在已經 其實根本這些藝術已經消除了 那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還是會持續的在老師身上發想 可能五年可能十年 所以我覺得 校長可以做的真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讓老師感覺到說 我們用現在新一代的 這樣子的數位教學的教法 不管你有什麼方式讓他體驗 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那我覺得能夠做到這個 其實老師的麻痺經驗接觸的時候 大家的創造力其實是無窮的 但是如果還一直現在說 這個就是很麻煩啊 還不容易融資比啊 等等的這樣的情況下 那當然老師 沒有任何動機去活化教學 所以我覺得 解除麻痺經驗這個 還是 就是大陸是雞 有些朋友說 因為把茶壺 過去在別人手中泡出來的茶 我們覺得上一泡不妥 上身上一泡 現在茶壺就在自己手上 想泡什麼茶 何種禮品都可以自己控制 但是我們不能夠把茶壺打破 教官你就如同一把茶壺 只是第一次聽到這個題目 我們要決定的是讓茶壺流出什麼茶 但是千萬不要把茶壺打掉 希望教官不要退出校園 教育不是我可以調整 我必須強調我不是教育政委 我沒有這麼大的教育目 所以覺得這個夢夢我沒有用 但是我只是在課發會的時候 確實我們在討論全民播放的時候 當時有一派的課發委員 是覺得說全民播放只要贏過 教官就要瞬間退出校園 然後只能去做好像就是 校外匯啊這些的這個 聯繫的工作 那當時我不是採取一個 比較折衷的意見 就是我把它寫成教師做括號 換又括號 意思是說當老師的這個 它的充能到達這個程度的時候 教官都交接了 教官才慢慢脫離這個角色 但是如果老師還沒有的話 其實教官是一個可以銜接的角色 後來我們在課綱裡面是 大概是有這樣子一個折衷 那當時我有開玩笑說 為什麼可以做公平處理 是因為我沒有念過包裝 我根本不知道教官是什麼東西 他只是聽完兩邊的意見之後 盡可能進行一個折衷的方案而已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東西 就是我沒有stay 就是我我不是禮儀關係員 但是我了解到說就是 不管是作為公報啊 這個作為就是學生 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聯絡不到家長 教官區啊等等 在之前拿來教官是沒有貢獻的 但是就是在新的這個組織 教務裡面 教育部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去確保教官還有他的能夠扮演的角色 這個真的不是我的業務啊 不在一起會過某期程了 就絕對不要下什麼成為才是比較好 好 那接下來有的朋友問說 數位學習要如何監督人性 引導跟價值判斷 非常好的問題 如果數位學習它的目的 是讓大家的榮光 就是像舉例來講 如果這十位朋友 現在按讚的都要寫法言單 而且寫的時候都不知道 彼此在寫什麼 那這樣我們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用白板啊 用貼臉啊 用post 用AJ法啊 來收這些東西 那可能我們就沒有辦法 處理那麼多的問題 也沒有辦法做兩三樓的對話 可能我們收完一樓之後 就下課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的數位工具 他做的事情 跟我們以前的教材教法做的事情 是相同的 我們只是讓他的效率面高 而且讓大家更花多一點的時間 在注意彼此的表情 彼此的手勢上面 也就是在人性的價值判斷上面 所以我覺得還是同樣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你引進一個數位的教材 研究去教材教法的時候 你要 One-in-perfect 要去看的是說 是不是因為引進這個 所以課題裡面所有人 更全身貫注的 花時間在彼此的非原訊息 在彼此的 目前的素養的這個培養 然後在這個功耗上面 如果引進之後 反而這些match是下降的 那不管如何反映在考試分數上 我覺得長期下來都會讓老師跟學生的關係更淡保 那這並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反過來講 如果他能夠拉近老師跟學生 學生跟學生中間的關係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善用了大家的注意力 那即使他一下子沒有辦法反映在學科的能力測驗上 我也覺得這是值得整個班級來一起探索的 因為數位工具的特性 它跟我們蓋這樣子一個禮堂不一樣的是 它隨時可以調整 它調整幾乎完全沒有成分 所以如果一開始是整個學校 或者是整個班級 是因為這個數位工具 覺得說因為我們彼此之間更緊密 那它可以達到的效果就是說 我接下來要怎麼樣運用這個工具 我怎麼調整這個工具 是大家可以一起探的 那如果是特定的硬體 那真的沒辦法 就是說一個教室幹線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但是軟體的特色就是它可以調整 但是如果這個軟體一開始進來 就是拉遠了彼此的關係 那根本連一起怎麼調整這件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第一步的時候 需要特別注意的 各位朋友說支持開源支持開放軟體 但是國家的考試檢定跟競賽 仍然使用微軟的Office 造成學校轉換OpenOffice的困難 是否由政府來處理 溫暖的弄斷市場 並且於今年不斷拉高搜尋費的問題 非常好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的作為數位政委 我的Policy是開放格式 我並沒有覺得一定要開放圓馬 或不要開放圓馬 但是開放格式對我的要求 一個顯示是不能讓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推數位化是為了要讓值等 它在歸檔在檢索 在這樣的時候變得比較容易 一個尺沒有保存的良好 像在國史館 你可以放可能接近一百元 幾十年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個格式 它如果不是開放格式 那麼等到開發這個格式的這個 程商倒掉了 例如像說Flash 它倒掉了 倒掉之後呢 大家之前花了幾千個小時 在Flash上面做的那些交材啊 交按啊 互動遊戲啊 就沒了耶 就完全沒有了 當然你可以像玩那個 任天堂模擬器一樣 在裡面開一個虛擬機器去玩 可是這個東西 對它的散播 對它的進一步感觸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們就是活生生 在資訊界看到 每一個封閉的格式 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常常就不回覆 因為常常改變性去了 被Bingo 倒掉了 那這樣的話 這樣子的東西 它的儲存的時間 甚至還不如只來得久 怎麼有這個立場 據說我們應該要把情緒位化 我們應該要集中好了 那所以一個開放格式 才能依賴於特定的廠商 所以說 不管任何廠商倒掉 這個格式所儲存的東西 它可以儲存的地址 還要來得久 所以我自己 也參與很多自由軟體的開發 不一定是Liberal Office 但是它一定都可以處理 Open Document的這個格式 就是ODS ODT 或者這些不同的格式 那當然現在委員會說 那我們也可以開ODT 我們也可以存ODT 不過他們存出來的ODT 確實是比較繁雜 然後別的人 在處理上也是比較困難 但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在跟委員進行討論 他們在下一個版本的Office 可能也會改善 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的手權費非常非常充足 這個有非常多賢錢 我並不反對你去買Office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說 我們確保大部分的東西 他們都不用開放格式 就是Neo Liberal Office 會用其他解決方案 至少它使用體驗 不要差於使用這些私有軟體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當然就是我們也了解到說 國發會不管制定再多建議啊 再多政策啊這些東西 最後到第一線到底要怎麼推 世上還是仰賴各顯市的小育學員 還有各個不同學校的 就是各位的這個意願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說 我們這邊都指定完之後 就是就一定比反風順 但我這邊想要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可以先推格式 再推軟體的話 因為我的經驗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要把大家 習慣的軟體全部翻掉 那這樣的話 你常常會有後座力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們現在開始在採購的時候 在做就是那是什麼 validation 就是在做集合的時候等等 我們都盡可能去確保這個 開放格式的開放性 那等到這一步都做好了 接下來的資訊產業的 服務計劃版本也都落實了 我們也跟工廠會把它加到 這個加分項目啊這些裡面都做好了 可能過一兩年我們再回來檢討說 那開放格式都落實了 我們是不是能夠慢慢的 換成開源軟體 但我對開源軟體 雖然我自己是開源軟體的作者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做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定的公平性 也會是郭強小常會說 面對偏向的限制跟動機的缺乏 如何藉著數位資源來提升外語學習 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我自己覺得 偏向教育 我自己相當關心啊 然後像最近我有翻譯一個 叫做信任的演化的這樣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它是一個互動式的遊戲 然後來教大家說怎麼樣子去透過長期的社會關係 然後來這個理解 我們叫做賽曲理論或者博弈論 那這個遊戲就蠻黃的 我們一下 非常非常多人 這個就直接把它當作教材教法 這樣子來玩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一下這邊 這個遊戲 新人的演化 對 所以就有非常多人 這個 在那邊說 這個 真的是一個很讚的遊戲啊 值得一次啊 這個之類之類 就是 但是最近這個 這個遊戲蠻喜歡的 作為翻譯的人我非常高興 好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管學什麼 不管是學數學的 這個賽曲理論 或者剛才這位朋友提到的 學外國語言 可能有Duo Lingo 然後有這個 Voice Tube 有各種各樣子的這種教學 它的特性都是說 它充分地善用了 剛剛提到的 大家看手機會需要在八秒鐘或十秒鐘中間 就對它所做的一個動作 有一個回報的這個 instant verification 的這個心理素質 那這個東西是紙本沒有辦法做到的 你紙本做得再好 你也只能讓它閱讀能力比較好的人 能夠一看八秒鐘到十秒鐘 就能夠獲得心靈上面的愁賞 如果它是 就是閱讀能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或者它比較是視覺方面 這個需要時間處理的 那它光是閱讀的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這個感覺就已經 消散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互動式的遊戲它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去按照學生所在的這個學習的狀態 然後去讓它都能夠在八秒鐘或十秒鐘之內 去取得學習的動機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Duo Lingo 不管是這個 這位作者叫Nitkey Case 待會兒會開出來 做了各種各樣子的各個學們的 這樣一種互動遊戲 我覺得都是對於偏鄉的一個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一部分我們這些做中文翻譯的人就很重要 那二方面是說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去了解到 有哪些免費的或是你可以自己修改的 自由的這樣一種資源可以用 因為你每這樣子用下去一個 你就是要非常非常多這種重複的 教育的這樣子一種時間 因為機器會幫你做重複的教育 那尤其它現在在手機上面的體驗都相當好 所以我覺得真的就是要靠這樣子的數位資源 那剛才講的某點包含就是 就是國語字典裡面加上英文、德文、法文 然後再加上法音這些東西 在實務上面也相當好用 因為你每次按它就是法音唸出來給你聽 它可以按翻非常多次 然後也不會浪費到老師或者是學生的時間 所以這邊是一些可以推薦的部分 各位朋友問說網路有沒有影響到美國此次的總統大選 這個我們的外交部的朋友提醒我 我不要評論他或是誤 所以我就不評論他或是誤 但是當然網路跟全群應該都是有一些關係的 可能真的是能講到這裡對不起 然後有一個朋友問說 高中市各校資訊專業人類會組的校務系統 委員會組的資安工作程序委員 除了公非大筆信錢並且受廠商的前置 同時也有各自外線的奉獻 各位的教育目前有宣布 各校需求呈單一的校務系統 也要中信要委託熱量廠商強保而護 並在學校偵測資訊專長的幹事人類 以及故事關係 以及協助學校資訊專業人類的網路 我有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們目前正在 就是院的資安處正在討論自動安全法 那在自動安全法裡面 他就明確地把各級學校分成兩個不同的 就是所謂的C級 就是自己有去建置 這樣子的教學系統 或是校務系統 或是微外建置 每天都用的日常系統 那所謂的B級就是比較沒有自然風險 就是用這種中央的 不管是教育 或是其他的單一的這種 雲端的這種系統 或學校的電腦裡面 只是用來村區遠端的系統 而不是自己去建置 那後面這種就比較不需要 好比像說內部集合啊 這樣子的東西 那前面這個部分呢 接下來就會有些內部集合的需求 當然因為自然處也會規劃 一些能力來幫助大家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說自然 真的只是其中的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們通常說 不要自己建置系統的原因 並不是資安 雖然資安實在是非常非常好用 因為資安即國安嘛 所以你如果上籤是用這個理由的話 通常沒有人會打你 但是我覺得更大的一個重點是說 如果你是微外 然後這個廠商 他在寫東西寫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暗途施工的這個習慣的話 什麼叫暗途施工呢 就是他做出一個資訊系統 他應該要把所有他的資訊的 流的入口跟出口跟格式 都用我們現在叫做開放API 就是OMS的這個格式 把它界定清楚 就像我們現在做一個公園 公園一定會有個告示牌 從施工的時候到完成的時候 都會告訴你說 這個公園面積多大 有幾個入口 有幾個出口 有幾個出口 消防船在哪裡等等 但是如果你在採購的時候 沒有要求他做這個東西的話 那下一個廠商來的時候 通常都要從頭寫起 而且從頭寫起 如果有一些功能不一致的話 其實他沒有辦法把舊的資料 migrate 就是移到新的資料區 那這些部分 如果一開始按圖示功的話 都不會是問題 那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RFB在開的時候 加上按圖示功這個require 雖然我們現在國發會 已經跟各級的 就是地方的資訊人員 已經辦了教育訓練 然後也做了國家標準等等 但是不能不說說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想法 那這個東西它 讓第一線的資訊人員 習慣還需要時間 所以如果你用的是 中央部開發的 或者是中央聯合地方需求開發的 這樣子的系統 當然一開始可能有點幫手幫腳 但是接下來在調整功能的時候 它比較容易按圖示功 也比較容易去接接 但是如果不是這種聯合 許多地方需求一起開發 而是針對一個特定的學校 一個特定的系統開發的話 那麼接下來在調整的時候 除非你有很好的能夠去監工 能夠開RFB的人力 不然的話 它真的是非常容易被廠商綁架 所以這個朋友提出來的是 是完全是真實的一個需求 但是我必須再次想 就是我不是教育政委 所以關於有多少預算 或是有多少編制放在這個上面 我其實一無所知啦 但是我不知道說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學生 有人問說這個歷程 是不是就是未來時代 我們在西部有一句話 就是說未來總是已經來了 它其實還沒有均勻的分布 就是Future is already here 所以其實各位就是體驗一次之後 其實未來就已經來了 那接下來怎麼樣均勻分布 就是各位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說從我們在通常 在做這樣子的教訓 或這樣子的demo的時候 我們注重的就是說 第一手的這個經驗進去之後 是不是可以很便宜很簡單的 把它複製出去 不然的話我們如果是花了大量的時間 放了一場煙火 可是開煙火的人也不知道 煙火要怎麼製作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很可惜 所以我覺得快來時代 一個特性就是說 不但是勇於分享 而且是勇於分享的這個過程 它也會分享在網路上 然後今天也會有錄影 我之前我在之前的 就是上一次的那個 群眾網路上拿回上班場的時候 其實大家問的問題 跟今天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它是一個 有一個累加的效果 可以一步一步的加到 就是大家可以共享你的這個 原地裡面 是否在教育部門可以定下 應該達到的目標與標準 並且教育部 各種主義網路資源所需的成本 來改善數位落差的基礎設施 讓學習理學 教學校務行政數位好 能夠更加順暢 這裡面有兩個部分 就是硬體的部分 然後跟上面的軟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包含就是各個高中的平緩 基礎平緩 甚至之後到教會員級 然後以及投影機啊 這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好像都已經變到特別預算 我們沒有清楚的話 所以至少這個 如果接下來 不要這個 內翻也出任何差錯的話 至少那部分硬體的部分 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就是所謂網路 網路替代馬路的部分 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可以做到 那另外一部分 它可能真的就是比較 是各個地方的交易局 以及如果有資訊局 我們要資訊局 如果沒有資訊局的話 就是研考的中心 要一起來就是幫忙的 因為每一個地方它需要解決的 當地的實際的社會問題 它反應在系統上面都不一樣 我們很難從中央這邊 就one size gets out的說 每個地方就通通都用這條系統都好 但是我覺得至少在跨學校的 這個部分這個時候很重要 因為同一個地方的 兩三所學校一定有 想要解決類似的問題的這個機會 所以同樣的就是 如果你在招標的時候 還是要打一發廣告 有夠那個就是開放原始碼 或者是至少有夠那個開放格式的話 它至少就保證說 接下來在你旁邊的學校 如果要解決類似的問題的話 它可以不需要再跟廠場重新 談一次這個spec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系統 拿過去進行解決 因為朋友問說虛擬的貨幣 比如比特幣 是否會成為未來世界的交易主流 這個同樣未來已經來了 只是還沒有這個均勻分散 在一些比較動亂的一些世界上的一些地區 那個法幣隨時都在這個飄搖不穩的時候 比特幣已經變成主流了 可以跟各位報告 因為它保值的這個能力 可能比環境還要好 但是呢 在我們這種這個現金取得很容易 而且新台幣看起來目前很危險的 這樣子的地方呢 比特幣它其實並沒有一個非常 attractive 作為交易 因為目前 比特幣進行交易的時候 它還是需要幾分鐘 它才能夠做clearly 就是才能夠清算 但是如果你是雙個信用卡 或者最好當然是銀行轉賬的話 其他一瞬間就可以達成清算 它在清算的效率上面 比特幣現在當然在系統上 要開始做一些改進了 但是一般來講 仍然沒有就是銀行的效率那麼好 那當然未來 隨著這個技術問題慢慢的解決 也許不是比特幣 也許是以太坊 或者任何新的書 它會跟法幣加以結合 那有一些國家中央銀行 已經開始看到這個趨勢 就是說 欸我如果自己設計出一套虛擬貨幣 這個虛擬貨幣裡面內建 這個抽稅的機制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需要養那麼多稅務人員 每一次進行消費的時候的消費稅 都可以自動的collect到 這樣真很好 那如果它跟法幣有一個提升度的結合 我覺得它有機會去成為 就是一般性的教育的主流 但是它還沒有跟法幣結合的時候 在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的國家裡面 應該在可見的那兩年之內 還比較不會成為教育的主流 各位朋友問說 在教學上面可以有那些運用 這個沒有主詞的問題 非常的難回答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剛剛其實反過來再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教學 接下來越來越 要做的事情就是深教 就是要去體會到學生不同的學習狀況 就是要讓剛剛也有朋友提到說 會拖慢整個學習進入的小孩 能夠進入自己的世界 然後再進入其他人的世界裡面 就是你可以透過數位工具 給每一個小孩 自己一個學習環境 然後在這個學習環境裡面 它可以是以跟他人合作為主要的輸出 而不是打斷其他人的節奏 作為主要的輸出 但這個就是一個一般的概念 你完全要看那個學科 我們說自通訊融入教學 要看那個教師自己的學習經驗跟成長經驗 才能夠去設計出來 這個真的沒有放出自海人節準的方法 但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說台灣有很好的 我們背課或者是線上 一起支援的整個系統 如果某個地方的老師 可能就是同一課的老師 他在線上能夠組織起來的話 我目前看到的良好的教材教法 它的傳播其實很快的 這是讓我很高興的一點 各位朋友說 包括台灣推動電子支付的腳步太慢 有沒有突破的方式 其實我們現金取得很容易 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這樣子 但是其實現金取得很容易 就好像是說 大家對於某一個既有的系統 它已經很有信任感 所以當你新的東西來的時候 你要超過這個很高的信任感門檻 你才可能把它替代掉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每一個社會 在新科技來的時候 要問的是說 我們要這個科技提供給我們 我們本來沒有的 而不是說 好像盲目的說 新科技一定是好忙的吧 這樣子 但是呢 當然在很多地區 如果它沒有前一代的科技 那麼新一代的科技來的時候 當然就馬上跳蛙式 去擁抱新一代的科技 我覺得這個在科技發展上面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 隨時時間過去 電子支付 不管是現在結合手機的什麼配什麼配啊 或者是接下來就是我們結合 比較是行動式身分認證啊 這些東西 隨著大家對這個的信息慢慢提高 我覺得電子支付 當然還是會無極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角度 就是社會需要的那個速度的角度 我其實很不贊成 就是去跟別的社會去進行相比 因為這個真的第一個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第二個 它很容易造成一個造勁的一個後果 那像中華人工國政府 就為了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是付了相當多的代價 然後到現在才覺得說 啊 我們最好都 全部收回國 也有清算全部讓 讓政府 中央政府來做 所以他們其實也繳了一些學費 也繞了一些彎 當然我們 他們幫忙繳了一些學費 但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說一味的禁訴啊 一味的禁訴 就是大家 忙著付學費 可是有沒有不能學到東西呢 那就是不一定的事情 有些朋友問說 配合系教學的使用 在教學方法上進行改變 是一個教育方式 要翻轉 對於新世代學生學習 有一點幫助 但是教學講義之後 當然要用一些規則 規範整個教學流程 否則可能會要混亂教學過程 必須要希望教室有完美的認知 是建立新的師生互動教學模式 我完全同意 所以我就講我完全同意就好了 這整段話 我完全同意 朋友Frank說 小學一年級就參與實驗教育時候合宜 是否家長的主觀 是否有小孩自主選擇的機會 不過你呢 體制教育也是一樣 這沒有什麼差別啊 在小一的時候 當然家長主觀的成分 是非常重的 這個無可為人 但是我仍然覺得說 其實是小一的學生 他不管是參加 就是我們說實驗教育 他寫一個就是學習的那個Proposal 或者是他進入這個 體制教育呢 隨著新課堂 他也要有一個學習的Roman 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是不管實驗教育 還是國民教育 他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小孩要建立他自己的學習方向 所以我覺得 既然現在實驗教育合法 而且在實驗的體制中間 穿梭的人 這個無法人在 我覺得我是比較樂觀的 就是說家長也好 或整個社會也好 會看到在實驗跟國民教育 還有中間的各種太陽 的這個中間 你是隨時被這個浮動的 而不會變成說 像你到某一個之後 你就完全出不來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 接下來一個學校結合 它的就是旁邊的社區啊 等等的這個趨勢 我覺得會讓大家更看到說 學習本來就是一個 各個資源都可以用的事情 有一個朋友問我信不信佛 這很好的問題 我其實這樣子 就是我大概宗教都有接觸過 但是我的信仰 我唯一的信仰就是 就是信仰這件事情 本身的力量 就是我的信仰就是 信仰就是信仰自己 所以我覺得信仰不是很重要 就是說有一股信念這件事情 本身就很有力量 但是不管它後面那個受詞 跟什麼我覺得都是很有力量的 有個朋友問說 教學使用圖文如何 規避著作權 雖然它的用詞 有引人犯罪之嫌 但是我還是要說就是 如果你在搜尋的時候 像Google啊 Flickr 你都可以打一個勾 說我要找CC授權的著作物 當你找到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不會有 著作權上面的考慮 即使是 你就是要去做各種各樣子 除了教學之外 可能其他的英雄 好 我們時間剛剛好久到了 所以很抱歉 就是接下來的十個問題 就沒有辦法這個詳細的回答 你就可能都幾個字回答 太子經濟如果你要作為學校的特色的話 那我覺得它要結合的是 各種自媒體的操作 它不是作為經濟運動的這種選手 你如何維持秩序跟尊重 那通常就是你需要有peer review 這樣子的機制 好不好各位講的話 彼此都是會評分的 如果你是高中市校長的話 要如何轉變或強化 軟一體照片 我是哪一個高中市的校長 這沒有辦法一句話去說明 然後有朋友問說 這個數位科技對於未來生活 是否真的有影響 那就像剛剛講的 它是已經發生了影響 至於它是不是貼近人的本 所以我完全要看 各位組織運用它 請教孩子是宅宅 加上網還是往外跑 如何可以建議 我覺得兩個都好 就是說至少兩秒之雙翼 它沒有辦法不平衡的 最好就是有所平衡 這是最好的 教育部這個多年定定的 教學正常化的規程 常常造成過度管理 請教我的看法 我真的沒有看法 我沒有被這個影響過 不管作為學生還是老師 教育部的這個網路規劃 如何有效的達成 成效與成效 如何提升師生網路素養 那就像剛剛說的 老師可能反而是陪著學生 然後一起去用互動式 學習的方法去 還是拿一個網告 多玩像這樣子的互動遊戲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校長如何說服教師 採用素養導向的特質設計 不少一部分就是 學校的課法會 或者學校的失陪的過程裡面 就要把老師的素養 和素養導向 把他們做成決勝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建立起來 然後如果沒有這個稱讚 那非常感謝這位朋友的珍珍 那以及網路誠意的問題 那剛才其實回來過了 就是說 把這個當作一個symptom 不要把他本身當作一個illness 那你要去他的方式 就是說去找上 他同樣的成癮 但是讓他可以慢慢的 造成就是進一步的 緊密的密切的聯繫的方式 好 以上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他跟委員的拜訪之中 周公親愛 並且帶來如此精采的分享 讓我們以熱烈掌聲 再次謝謝唐政委員 分發感謝狀 恭請部長為我們上台 頒發感謝狀 謝謝唐政委員的經濟見解跟分享 相信大家聽完之後 獲益良多 對於網路世界裡的人際關係 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各位校長 我想我參與 有點小事見 剛剛我們同學很貼心的幫正委 有充行動電源 看起來是打算要上正委 繼續講下去 看到各位校長 那種非常踴躍 透過這樣的一個見面 很快的 非常多的問題 一爆不滿 我想大家應該跟我一樣 我們都共同體會一次 這種所謂的專題演講 或溝通的法式 各位校長 一群聽黨 可能都還沒有這麼多機會 可以在一場不到 好像一近七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有這麼多的對話 而且各位 應該再一次相信 我們唐正維 雖然是店長庆為 數位正維 可是他所涉獵的廣度 跟深度 各位 絕對感覺 剛才問的問題 應該是問部長的 或者是問署長 但是正維 其實因為他的參與深度 非常可以很直接的 來做這樣的回應 所以我想這一場 不只是一個形式 我想在獅子內涵 我們都收穫很多 當然也希望 校長未來有機會 也以這樣的方式 可以跟我們的老師 同學 也許也有更多 互動互動的 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是不是再一次 借各位校長的掌聲 來謝謝我們唐正維 謝謝 感謝今天唐正維的 精彩演講 恭喜部長為我們奔發 感謝狀 請在這裡的掌聲 謝謝部長 紀唐正維委員 恭喜部長 紀唐正維委員 你家自貴賓市有餐 恭喜部長 謝謝部長 恭喜部長